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于豆 自从家里来了一只变异蟑螂跟一只猫以后 每天的生活那不是撸猫啊就是赶蟑螂 那可真是太热闹了 在生存的第22天 我们在猫咪的项圈里面发现了一个地址 这不会是他前主人的地址吧 秉着说不定可以拿点抚养资源 我们决定去纸条上面记录的地址去看一看 好家伙还没走几步呢 就被两个穿风衣的陌生人把猫咪给抱走了 他们自称认识前主人是一个老奶奶 本来以为回家至少还能跟蟑螂玩 结果蟑螂都开始抢地盘了 我天啊这是不是有点天然太深了呀 我没有杀虫剂还没有枪吗 这下好了蟑螂没了 避难所终于安静了 不过在24天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神秘的纸条 写了一大堆总结一下就是想分一点资源 开玩笑啊 末日诶 不过鉴于家里关头还是挺多的 万一像上次那个骑马的一样 说不定还可以换点别的东西回来 那就赏他们一个罐头吧 在安全的度过了一天之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之前被带走的猫咪竟然自己跑过来了 而且还在避难所意外的发现了两根可疑的电线 这这电线也不是避难所的呀 于是我们沿着电线的线路发现了 躲在避难所附近正在监听我们的陌生人 不是吧 末日生存竟然变成悬疑破案 我们也没干嘛呀 除了在垃圾堆里找点吃的也没抢别人的 这末日就没有比我们一家过得更惨的了 我现在都要听一听这两个特工怎么解释 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那只被我们救下来的猫咪 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咪 它其实也是特工 好家伙 这从悬疑片又变成特工片了 你们说这两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赶快到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吧 钙 钙 钙